最后一个奖项 是谁呢 流行音乐节目奖得奖的是 同行相继二 恭喜 以流行歌曲元素歌词为题 借由主持人身为作词者本职的观点 与各界职人多角度切入流行音乐产制关键 透过广播提炼流行音乐文字之美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 Wolf Facts 吴建勤 大家好 我是黄伟静 大家好 我是楼俊硕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邱凤泽 大家好 我是陈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賴 今天呢 很荣幸来这边颁奖 这是广播金钟奖的最后两个奖项了 那我们也不能聊太久 毕竟我们多聊60秒 就浪费他们一分钟 Oh my god 我很... 听君一席话不如听一席话 我跟你讲 很难想象这句话 可以登上大雅之堂 但我觉得罗云说讲的也没错你知道吗 因为在这个最后的时刻 可能比他们在现场录节目四个小时 还要漫长 还要减熬 我跟你讲 我觉得他们现在的紧张呢 应该是因为待会那个庆功宴的定位 因为定位通常只保留十分钟 不然那个包厢会被取消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不要再闹这些老师们了 包厢被取消 真的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好紧张啊 好紧张啊 得奖的是 袁永鑫拍绿游乐园 恭喜 将流行音乐结构成旋律与节拍 作为节目素材 主持人透过深厚音乐论述能力 深入浅出的方式 呈现流行音乐的精华所在 同时带领听者纵观流行音乐的 过去 现在 与未来 这个 不在我的预期之内 谢谢 我突然想哭 因为我的第一座金钟奖是在1996年拿的 是上个世纪拿的 所以 我没有想到还有机会拿这个奖了 然后 我要献给我爸爸 他今年四月离开了 然后也要献给我妈妈 因为他就是我最忠实的听众 然后妈 下礼拜我带你去买 那个新手机iPhone16了 讲清了 然后 我也要谢谢 一路上给我很多鼓励的朋友 谢谢评审 然后 还有一件事我很想讲就是 我这些年都在做很多的音乐产业研究 然后我发现 其实一个产业能够很旺盛是因为它一直有 跟下一代在沟通跟互动 然后我发现在我们的广播里头 你看 从北到南有很多的歌唱比赛 可是好像很少的广播比赛 但是我们教育电台有个金身奖 办了二十几年 等于是我们声音产业最大的一个人才培职库 我非常感动他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也再次谢谢教育电台 谢谢大家 谢谢 恭喜得奖者 已经来到最后的一个奖项了 对 本来想要模仿一下 Midnight you and me稍微互动 但现在还不是Midnight 没有办法叫大家天黑请闭眼 所以我想说算了吧 没关系 不然我觉得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歌词之美啊 对 然后或者是听众支持者们可以回馈给我们这些入围者们 但我觉得其实这很难在一时半刻做到啦 但讲真的其实听着入围者的节目呢 就很像搭一艘船 然后徜徉在音乐的大海里面 然后他们流畅的带领呢 让我们可以在大海中掌握方向 像我们也要多跟这些老师们学习 因为毕竟呢 多了解音乐背后的故事 认识更多音乐也是好事 以后我们介绍我们的音乐 我们也可以聊一些节拍啊 旋律啊之类的 或者是聊一些二三式 来来来来 最后一个奖项 是谁呢 流行音乐节目奖得奖的是 同行相继二 恭喜 以流行歌曲元素 歌词为题 借由主持人身为作词者本职的观点 与各界职人多角度切入流行音乐产制关键 透过广播提炼流行音乐文字之美 Hellifam得奖了 Hellifam身为一个流行音乐广播电台 其实要入围广播金钟奖 这件非常困难的事我们做到了 得奖了 谢谢大家 首先要谢谢评审 然后当然要谢谢我们的老板 廖姐 让我们做我们想做的广播节目 谢谢同行相继的 每一位工作人员 当然当然也要谢谢所有参与的音乐人 还有葛大 没有葛大 没有他 用广播让所有人知道作词的美 葛大今天不能前来 所以 很开心可以从五尖请的手上拿下这个奖项 我们都不是认不出我们的 因为平常我们都是从在HitDo流行音乐奖颁奖给他们 葛大今天有工作不课前来 那他有特别写下感言 请我们来发表 谢谢台北之音的节目团队 谢谢廖姐 谢谢每一位节目来宾 也要谢谢评审 能够把自己的音乐工作变成跟广播节目结合 让我更相信广播节目是一个容器 它有无限的可能 谢谢每一位在收听的你们 谢谢 谢谢 恭喜得奖人也请留步在我们的舞台上 请留步在舞台上 来来来来 跟着我们一起热闹一下 来作为今天广播金钟奖颁奖典礼最后的ending 不要害羞来到前方 来到前方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所有的广播人们 努力在自己的岗位上服务听众 再一次非常谢谢 还有我们所有辛苦的评审老师 谢谢老师们 谢谢 感谢你们 是的今年的广播金钟奖圆满落幕 期待接下来这一年继续听到 大家努力制播的好节目 谢谢大家 我是梁振群 我是图杰 在这边也跟大家预告 下个礼拜节目类以及戏剧类的 金钟奖颁奖典礼 一定非常非常的精彩 邀请大家持续锁定 第59届广播金钟奖 我们明年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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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